我们就是要坚定,我们就是要坚强,我们不能够再妥协 除了刚刚讲的这两位Mark Hawke跟Jack Phillip以外 还有一个人他带领了整个保守派的方向 唤醒了很多保守派人的声音 上个星期四他发布了他对于未来反对儿童变性的政策 真的是惊为天人 Our Day one I will revoke Joe Biden's cruel policies on so-called gender affirming care ridiculous a process that includes giving kids puberty blockers mutating their physical appearance and ultimately performing surgery on minor children can you believe this I will sign a new executive order instructing every 或是全国质用制度全工程进行创举断的关系 对娱乐剧化、选择性的男性和男性与年代任何年代 我吧只要由公共安全障害 不断政策需要用到港并承证或者支付这些选择 了条件下必须给女性女性养独生养地股 我会任何保护生寻师或医等许医生养 所以川普会制定一个个人人权行动 让任何的美国公民可以告医生 如果医生帮小孩执行变性手术的话 但是不只是这个样子 他不只是说他会禁止变性小孩 他甚至在说所有这个样子的行为都是非法的 不管几岁 让我们继续看川普总统说了些什么 这一条级公民的公民是女性 而是女性 而是女性 这条级公民的公民是女性 那是新的 而是未有父母的承諾 那是未有父母的承諾 而未有父母的承諾 沒有實際國家 必須告訴自己的孩子 他們是正常的性格 一概是未曾聽到的 在全人的歷史上 沒有人曾聽到的 現在的事情 川普在提倡的東西 就是全面禁止變性人跟變性手術 而且是從全國、全美的 各個社會層面都會禁止 這就會讓所有的人想起來說 為什麼我們會一開始 要支持川普的原因 勇氣、獨特、不害怕、不妥協 這也是為什麼保守派、基督徒 會這麼愛川普的原因 同時也會讓我個人想起來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 所謂的黨內初選 因為川普並不是第一個 提出來要廢止這些變性人 胡扯的議題 全美國已經有很多的州 很多地區的立法委員 在川普之前就已經提出來 要制裁這些變性人的左派議程了 Glen Yonken 贏得維吉尼亞州州長的職位 就是針對兒童變性的議程 還有兒童性教育 田納希的立法委員 也剛立法來去阻止這樣的事情 這邊最重要的 就是佛州的州長 Fronte Santis 有這麼多的人支持他 他現在可以在共和黨初選 好像可以跟川普較勁 就是因為這個議題 特別是在禁止小學在教導 而且把這些變性人的思維 可以推行給小學生 既然Rontes Santis 目前川普總統2024 目前最大的對手 所以現在川普宣布要做的 比他更好 比Rontes Santis做的更多 至少現在是這個樣子 而且還沒有定型 我們還不知道Rontes Santis 會怎麼樣回應 說不定他又會再發誓說 現在要比川普做的更多 還要更保守 還要更保護家庭 我知道很多人會不喜歡這種 保守派互相攻擊的樣子 但是攻擊有分兩種 惡性攻擊跟良性競爭 在那邊胡亂指控 他就是Deep State 假基督徒 一定是靈恩派 這種沒有根據的話 就是很沒有必要的東西 就是惡性攻擊 很多人希望共和黨黨內出選 在還沒有開始之前 就直接結束 他們要不然就是希望川普主動退出 然後幫Rontes Santis背書 然後說什麼 我們要把未來交給下一代 什麼什麼之類的 或是他們希望Rontes Santis拒絕參選 然後幫川普背書 但是其實黨內出選最好的地方 而且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他們會逼著這些候選人 互相競爭 良性的競爭 幫著家庭 幫著價值觀 幫著孩子 彼此競爭 來得到你的選票 黨內出選會讓候選人變得更強壯 而且會顯示出來 哪些候選人有軟弱的地方 而且為了凸顯自己更好 更良善 更保守 更愛家庭 做出來一些承諾 而且我們的候選人跟左派民主黨候選人不一樣 民主黨他們每一根就在選錢說一套 選扣做一套 整個共和黨 卻因為川普的關係變得非常信守承諾 而且也因為Rontes Santis出現的關係 逼著川普一定要回應很多他原本做錯的事情 例如說他對於疫苗的觀點 他就說他當選總統之後 會使用國安部的力量來調查那些藥廠 而且各位要知道就是我們離RNC 就是共和黨黨內大會還有16個月 各位可以想像經過這個樣子的良性競爭 為了人民的權益競爭 為了家庭競爭 為了基督教的價值觀競爭 出來的共和黨的總統提名 會有多強壯 會有多麼有定力 會多麼愛美國 會多麼愛家庭嗎 說真的 如果你是個同性戀人的話 你應該要跟我們站在一起 川普並沒有反對同性戀 基督徒也沒有反對同性戀 我們反對的是奸淫的行為 而且我們要的是每一個人認罪悔改 而且川普反而是幫同性戀 平權做得最多的 而且撥款最多的總統 同性戀的想法就是 你的靈魂是放在錯誤的身體 你雖然是個男的 但是你卻喜歡男人 你沒有辦法改變你的性別 所以沒辦法 女人的話就是vice versa 但是變性人就是在說 性別一點都不重要 你的性別完全沒有任何的意義 可以隨便改 簡單的說就是 變性人基本上就是在侮辱同性戀 同性戀這些人權人士 好不容易透過人權運動 可以做一些什麼了 好不容易可以在法律層面 可以有人權了 可以有配偶了 變性人是在告訴你說 你真的在幹嘛 你只要破壞自己的生殖器 不承認自己的性別 什麼都不要在乎就好啦 所以支持變性議程的同性戀 我只能跟你說 你根本就是在侮辱自己的智商 跟傷害自己的權利 甚至可以說 你是在踐踏之前 為同性戀的人 爭取權益的人權人士 那麼我們說回 共和黨的黨內初選 如果沒有黨內初選的機制的話 這一切就會變成就是 聽黨的話 就會變得跟加州的共和黨一樣 派出來一堆 我們不認識的人 沒人知道 然後不知道出來要幹嘛的州長 出來被民主黨吊著打 所以說我對於2024的總統大衛 還有接下來共和黨 是非常看好的 非常有盼望的 就跟我上個星期 還有一開始放這個 Mark Hawk 的這個影片說的一樣 被攻擊不一定是壞事 被打壓反而應該覺得很榮幸 互相競爭 彼此磨練 絕對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透過這樣的生活 我們會變得更剛強 變得更有力量 社會才會變得更好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太好了 你好 粉絲 感谢观看